冬天吃萝卜,夏天吃姜 冬天吃萝卜,夏天吃姜 古人就这样告诉我们 那现在冬天的萝卜又大又漂亮 那我们就来做腌萝卜 那首先呢,我们先把它给切成 每一个切成大概是一公分的厚片 切好了 那我们呢 首先呢,我们要用盐来腌 那盐跟萝卜的比例大概是3% 所以我们今天有1600克的萝卜呢 我们用了48克的盐 48克的盐呢,我们就把它撒进去 然后搖晃它 让它每一个上面都裹了 裹了这个盐巴 那我们大概呢 每个20分钟,30分钟 我们就来给它搓揉一下 那至少要腌个三个钟头左右 经过了三个多小时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萝卜呢 你看可以 它已经是软了,是有这个韧性 非常的好 而且出水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拿一个 拿一个绿碗 下面要一个接的碗 然后把我们的萝卜拿出来 稍微摆平一点 压一个碗 然后呢 上面放一个压一个重物 把它的水压出来 大概我们需要这样子压个 压个 24个小时左右 那再来做腌制的动作 腌萝卜呢 我们就需要有酱汁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 200克的冰糖 120克的酱油 120克的酱油 80克的白醋 80克的米酒 然后呢 我们要把它煮一下 把所有的材料呢 都煮滚 把冰糖要融化 所以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材料倒进来 现在呢 里面的冰糖呢 已经都融化了 而且它已经沸腾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火关掉 等到它凉了以后呢 再跟我们的萝卜放在一起 经过了24个小时的重压呢 我们的萝卜 就可以准备来装罐了 那我们先把萝卜 放到罐子里面 用个手套来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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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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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這個已經涼的醬汁加上一點麻油 然後倒到我們的這個罐子裡面來 然後我們把它蓋起來可以冰在冰箱裡面 然後等個一天以後就可以拿出來吃了 經過一天的等待 我們的鹽蘿蔔要出爐了 可以看到它的汁都已經吸到它裡面去了 非常非常的爽脆可口 是不是很容易做呢 那就大家跟著我一起來做容易做的菜 好 謝謝 下次見 拜拜